大家好,歡迎來到莊子門徒 讓我們繼續天道篇 之前在天地篇有講到 遙、壽順、順、壽語 遙、順語他們三個是當時中原地區 就是黃河流域部落首領 相對應的朝代就是唐遙、漁順、夏語 到夏之後就是夏商周 周的話就分西周跟東周 東周又分成春秋跟戰果 那莊子是戰果晚期人 那今天又是遙跟順的預言故事 即者順問遙淵,天王之用心何如? 從前順請教遙說 我們知道是遙傳給順 然後順就請教遙說 從前你當天子的時候 內心有什麼想法? 就是說可能要參考一下前人的做法 然後作為現在他施政的參考 好嗎? 遙冤 無誤 不懊 無告 不廢窮 窮民 苦死者 家如子 而哀父人 此無誤 所以用心矣 對啊,他問他用心如何 他就跟他的用心是怎樣 遙就跟順說 我啊 我啊 不怠慢 孤苦無依的人 無告 不拋棄 窮困潦倒的人 窮民 哀悼死者 善待孤兒 如者 同情寡婦 這就是我內心想的 遙就跟順講說 我之前是這麼做的 然後看一下 順聽了遙的回答之後 怎麼反應呢? 順冤 美則美矣 而為大也 順說啊 欸,這樣是很好啊 你不傲無告 不廢窮民 苦死者 家如子 哀父人 這樣是很好 但是還不夠 還不夠偉大 不算偉大 偉大也 遙冤 然者何如 要說 欸,你既然覺得我這樣還不夠偉大 那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做呢 對不對 就是看一下 斜下去 遙床給順說 順是有更好的做法 順冤 天得而出寧 或者說 天得而土寧 日月照而似時行 若昼夜之有今 雲行而雨失也 順說啊 天 生成 地平靜 日月普照 似去運行 就像昼夜的交替循環 昼夜之有今 像 雲隨風飄 雨水不時萬物 這都是自然的啊 天地本來就是這樣啊 就是日月就會在那邊 輪替啊 對不對 交替 四季春夏秋冬 也是這樣循環啊 白天黑夜 有沒有也是循環 就是很正常的啊 不需要去特別 意思說 順的意思說 你不需要特別去操煩這些事情 耀聽了順的 想法說 喔 嬌嬌擾擾乎 子 天之何也 我 人之何也 也要說啊 唉我真是擾攘多事啊 就是說 我在那邊操煩 那些孤苦無依的人 窮困潦倒的人 還有孤兒寡婦 唉真辛苦 你啊 就說這個順啊 你的這個想法 就是 才是 何以自然之道啊 而 姚覺得他自己何以認真之道 這就是 姚跟 順的對話 接下來還有一段 服 天地者 古之所大也 而 皇帝 姚 順 之所共美也 故 古之望天下者 稀為哉 天地 而已 最後古這一段就是說 天何地啊 古人都認為是最偉大 因為天 不不負 地不在啊 皇帝 姚跟順 都讚美天地 所以 古代統治天下人 要做什麼呢 就只要向天地學習就可以了 好 今天 這段預言 短短的念一遍 喜者 順問於姚淵 天王之用心何如 姚淵 無 不懊 無告 不廢窮名 苦死者 家如子 而愛婦人 此無 所以用心矣 順冤 美則美矣 而未大矣 遙冤 然則何如 順冤 天德 而出寧 日月照 而四時行 若昼夜之有今 雲尋 而雨失矣 遙冤 天佼佼佼 嵬佬佈 指天之和也 我 仁之和也 佛天地者 古之所大也 而皇帝 遙 舜 之所共美也 故 古之望天下者 西為哉 天地 而已已 从前有一天顺请教姚说 你以前当天子的时候 内心是有什么想法呢 姚回答顺说 我不怠慢孤苦无依的人 我不抛弃穷困潦倒的人 哀悼死者我善待孤儿同情寡妇 这些就是我心里所想的 顺说 这样好是很好 但还不算伟大 姚说那怎么样做才能够算伟大呢 顺说 天生成地平静 日月普照四季运行 就像昼夜的交替循环 像云随风飘 雨水不时万物 那么自然而然的循环发生 姚说 我真是饶攘多事啊 您何于自然之道 我何于人间之道 天和地 古人认为是最伟大的 皇帝 姚 顺 都赞美天地 所以 古代同治天下人 要做些什么呢 只要向天地学习 就可以了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